大家好,我是Frank 4月17日,蒋凡夫人在微博正面印钢张大义 受此次负面事件影响 张大义所在的如涵控股暴跌6% 是指一夜蒸发了2200万美元 而作为此次事件的男主角 淘宝天宝总裁蒋凡也在18号发表公开致遣 并恳求公司对自己展开调查 就在今天下午,阿里公布了调查结果 确认阿里在2016年投资如涵的决策与蒋凡无关 确认蒋凡与如涵和张大义所有的电商经营活动 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 同时针对蒋凡的个人问题做出了以下的处分 一,即日起取消阿里合伙人身份 二,记过处分 三,从M7降级到M6 四,取消上一财年度所有奖励 那么年仅35岁的蒋凡是如何爬到如今的高位的 此次针对蒋凡的处罚属于什么力度 是隔靴搔痒吗 阿里的记过是什么意思 阿里直击体系中降级M6属于什么水平 M6到M7一般需要多久 取消上一年度所有奖励 蒋凡到底要亏多少钱 阿里合伙人身份取消意味着什么 合伙人又是什么路数 蒋凡还有机会吗 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片 时间回到2019年6月 阿里递交的2018年财报显示 阿里合伙人由36人增加到38人 天猫和淘宝总裁蒋凡就赫然在内 当时的他只有33岁 是阿里最年轻的合伙人 蒋凡毕业于复旦大学 曾就职于谷歌 并且经历了谷歌 从进入到退出中国的全过程 离开谷歌后 蒋凡于2010年创办了友盟 这个友盟是做移动数据监测的 203年阿里豪至8000万买下了友盟 其中就打包了包括蒋凡在内的整个友盟团队 以产品和技术建厂的蒋凡 直接负责牵投了手机淘宝的转型 2014年,紧入了一年的时间 蒋凡就将手机淘宝的日活 从3000万做到了1.1个亿 2016年,蒋凡又开始布局网红直播 可以说又是一手打造了淘宝的内容生态 之后,又为淘宝的搜索引擎 设计了个性化推荐 大大提高了淘宝的交易转化率 2017年12月,蒋凡升任淘宝总裁 2019年3月,蒋凡兼任天猫总裁 从寸功未见到平步青云 蒋凡只用了短短的5年 先来看看这是蒋凡的处罚 抛开别的不谈 光取消阿里合伙人的身份这一条 就算是严惩了 关于这一点 我们等会儿再来做更深度的解读 首先来看看阿里的寄过 这个我也跟阿里的朋友咨询过了 阿里的寄过其实就是走个过场 可以理解为一个流于形式的警告 第二,来看看此次蒋凡的降级力度有多大 阿里内部有两条进程通道 一条是代表着技术的P 一条是代表着管理的M 蒋凡此次降级的就是从M7调到了M6 这个降级还是蛮严重的 M6属于集团副总裁级别 我们常见的什么CFO,CEO都在这个档次 阿里的M6大概有200人左右 M7属于资深副总裁级别 到了M7 才能说是真正成了阿里的核心高管 M7一共也就不到40个人 短期来看 此次降级对于蒋凡来说 相当于是这么多年都白干了 而如何从M6重返M7 不是简简单单的靠时间靠阅历就能够上的 这个机制比较复杂 大家可以参考后面的阿里合伙人制度 第三,取消上一年度所有奖励 这可能是吃瓜群众最关心的 蒋凡这波操作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蒋凡作为阿里M7以及合伙人成员 收入的主要构成为工资加分红加年度奖金池 始终工资是大头 这一处罚也将让蒋凡直接损失数千万 最后再来和大家聊聊阿里的合伙人制度 阿里合伙人制度是2010年由马云欠头创立的 不同于京东小米这种双重股权结构 阿里合伙人制度更像是阿里内部的顶层设计 合伙人成员每年都会更新 合伙人制度体现的则是大多数管理层合伙人的共同意志 设计阿里合伙人制度的目的简单来说就两个 一个是解决马云时代马云团队对阿里的控制权问题 另一个则是解决后马云时代阿里接班人的延续性问题 阿里由于在早期融资过程中释放了过多的股份 导致第一第二大股东分别为软银和雅虎 包括马云在内的创始团队仅持有9.5%的股份 而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规定了 阿里合伙人拥有推选董事会候选人的专有权 讲的简单一点 董事会候选人是由阿里合伙人提名的 再由全体合伙人投票选举 在美股上市之后 雅虎的董事席位被取消 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增至9名 阿里巴巴管理层占有5席 软银1席 另外3席则由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提名 提名候选人都是我的人 不管你怎么投 最终进入董事会的也都是我的人 像爱这种创始团队股份稀薄的上市公司 通过合伙人制度变相控制了董事会 而控制了董事会也就变相控制了公司 目前阿里一共有阿里合伙人38人 要想成为阿里合伙人 需要满足严苛的条件 首先要人品好 其次要在阿里待满5年 第三要为阿里做出突出贡献 第四要认可阿里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同时满足以上4点 才有可能进入接下来的选举流程 并且要得到不低于75%阿里合伙人的同意才有机会 阿里合伙人制度的设立 就是希望能用合伙人代替创始人 哪怕公司灵魂人物退居幕后 公司也能依靠合伙人制度 集体决策的优势 继续推进公司发展 而蒋凡作为阿里最年轻的阿里合伙人 无疑是阿里集团未来接班人的有利人选 此次事件一出 阿里方面首先是迅速集结了内部调查组 按照阿里的企业文化 超过20块的利益输送都算贿赂 当然这次无论是为了阿里的声誉还是股价 调查结果只能是没有利益输送 惩罚的原因也是因为蒋凡个人私得问题 被从合伙人名单除名 从M7降到M6 这两项处罚虽然很重 但是蒋凡在职位上依然是淘宝贴猫双料仲裁 同时分管阿里妈妈事业群 丝毫没有被边缘化的迹象 此次的除名行为也更像是一次明扁暗保 未来无论是阿里集内部的结构调整 还是于拼多多的持续角力 都还需要蒋凡的运筹帷幄和催生罢债 未来能否回到阿里合伙人名单 能否重回权力中心 我不敢妄下结论 但是重新回到M7 重新回到业务模块的中心 应该是没跑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本期为临时加根内容 本周五的内容将继续暗时更新 有问有答如见其人 有光有声如临其境 商业战争我们下期再见